牢记使命 肩负责任 传递正能量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艺人 你可以引导着你粉丝成为什么样的粉丝 讲好中国故事 坚持文化自信 传播了很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这些故事这段历史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的最大的功德 刘浩然 独家做客中国电影报道 讲述他演员之路的摸索与进步 我有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跟导演学习 跟前辈学习 尤其现在我还是个学生 在学校学习 哈喽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浩然 从《唐人街探案》再到《建军大业》 然后包括到马上就要上映的《妖猫传》 你也是尝试了不同题材 不同风格的作品 也演绎了不同类型的角色了 那你觉得演员怎么能够更好地 带着信念感来塑造角色 首先我觉得就是你要认同这段故事 其次你要喜欢这段故事 就是一个演员 你如果不爱这个角色 你不爱这个作品 你根本演不好 如果说真的没有遇到好角色 我宁可停下来不拍戏 然后其次就是 我觉得是在选择角色的方式上 因为我可能 我这个年纪男孩胆子比较大 就我可能反而愿意尝试 更多新鲜的角色 没演过的角色 不管说你看《妖猫》是古装的 然后《建军大业》是历史的 然后包括可能像《唐人街探案》可能是商业喜剧 然后它也是一个本格推理式的 我愿意尝试不同的角色 我愿意去尝试看看自己到底能拓宽到什么样的一个面 就想越来越认识自己作为演员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然后走不到的话 我有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跟导演学习 跟前辈学习 其实现在我还是个学生 在学校学习 然后我可以努力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现在很多青少年都是你为榜样了 好然 所以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下 你如何更好地来发挥榜样的力量 榜样 我一直觉得榜样这件事情其实挺 有压力挺大的 严格要求自己 之前我可能不太习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说什么东西 看到身边有什么需要帮主人 我就自己默默地去做 但后来其实我慢慢地也发现 很多时候你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靠你的影响力去站出来 去领导大家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前段时间我生日会上 我也有去为中国的导盲犬去做一些事情 狗狗的照片我做成明信片 然后这是一组 然后这一组照片呢 他买下来的钱是刚好过一只导盲犬 一天的狗粮的钱 对 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帮忙 大家不太清楚在全中国有视力障碍的人大概在1700万乃是更多 但在中国经过真正训练可以正式上岗的导盲犬可能只有几百只 所有钱一分不差全圈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艺人 你可以引导着你粉丝成为什么样的粉丝 我觉得这个是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情 是让整个社会越来越好的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 未来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作品更好的去来传播中国文化 去传播这种中国的文化自信 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建军大业 因为建国和建党我都有看 我在里面看周边的好像都是上年纪的 可能是叔叔辈的 但是我当时我跑建军的路远的时候 我看台下做的全部都是年轻观众 我觉得他们不管是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好奇 或者说对于他们喜欢的年轻演员和喜爱 他们坐进电影院了 他们只要愿意进来 他们坐下来安安静地看完这两个小时的电影 他们是一定对这段历史会比他不看了解非常多的 尤其我当时刷微博 看很多人大家都是对这段历史大家在聊 在聊那些将军 在聊那些开国的元帅 在聊他们的故事 大家都是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电影 可能不管说是票房 其他那些东西 我觉得不是演员去想的 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去传播了很多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这些故事 这段历史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的最大的功德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你的标准上 什么是好的中国故事 我觉得好的中国故事 首先好的中国故事 它不一定是那种是最讨好中国观众的 它反而是需要去引领观众 去把观众的审美品位给带起来 尤其这两年特别明显 大家对于影片的审美质量越来越高了 不管是当时百鸟嘲讽 然后包括二十二 当时我不管是包场 还是发微博都有发 我是希望大家能进电影院 看这样的电影 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好 就是越来越多的观众 大家愿意进电影院看这些电影 我觉得这是源自于前辈的导演和演员 那我们是新的一批演员 我觉得我们要传承下去 好棒 骄傲的少年 年轻的心一别 是坚定的信念 本集完 你觉得是格好传统的心一批 像是新的女人 一批一轿的心一批 没关系 旅行